隋阳帝东征高丽 孙子曰 齐庸战也 圣九则顿兵错锐 功成则力驱 九报师则国用不足 意思是说 出兵作战 旷日持久 军队就会疲惫 锐气受挫 无力攻占城池 而军队长期在外作战 也会导致国家财政发生困难 浩大喜功的隋阳帝 要御驾清征高丽国 为征伐之需 隋阳帝命令天下复明 买马给军队使用 一时间天下人心惶惶 不是吧 又要开战了 还要我们买马给军队 你担心什么呀 没看见上面写的是 想富民争马吗 你家都穷得揭不开锅了 不算是富民 站在那里的两个 就是你 还有你 跟我走 官爷 我是穷人 没钱买马 谁说让你买马了 现在军队人员紧缺 带你们参军去 我尚有八十岁老母 下游一双儿女 您就高抬贵手放过我吧 啰嗦什么 快走 不然打你二十军棍 放了我们吧 由于人马众多 道路阻隔 从春天一直折腾到来年秋天 才勉强完成了 人员物资的集结 一切都准备好了吗 回皇上的话 一切都按照您的吩咐 准备好了 你再仔细检查一下 不要遗漏了什么 我的衣服 要每个季节各五十套 扇子每个名声不济 各一把 烟壶各种型号各三个 皇上 臣认为您应该选精兵快速进攻 打敌人各措手不及 带着这么多物品行李 会使行军速度减慢 不利于战机呀 大胆 你竟敢在战前妖言惑众 乱我军心 来人啊 给他换上马众的衣服 给我牵马 爱飞啊 看看我精壮的二十万士兵 唉 这马车坐得我腰酸背 太痛 成立下去 休息一会儿再走 终于能休息了 累死我了 高丽君 完蛋了 我们被偷袭了 所以杨帝 今天就是你的死期 大伙通啊 快 快来人保护我 快逃命啊 疲惫不堪的隋军与高丽君 首战便遭败仗 后改功平壤 也以惨败告终 自古穷兵独武者 往往导致民穷裁剑 引发内乱外患 隋阳帝远征高丽便是如此 户岩 阳 阳 产